各位,跟大家看看現在在歐洲那邊新冠疫情的情況如何 我們在這裏以現在的幅度和以前比較,有排斥序 當然這個是紐約手上排,不是很準確 但起碼可以給大家看到一個情況 首先第一個見到的是Lutherland,即是荷蘭 大家看到荷蘭一直以來都不太行,沒有完全停過 但現在很明顯每日新增比起以前高很多 然後這個是德國 德國今次每日新增,可以說比起上兩次大的時候 起碼多了一倍每一天 這個就是奧斯利亞,奧地利 奧地利本身,大家看到 雖然現在的帳幅比起最高的時候大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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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0度 現在這個是挪威 挪威大家看到,也有非常大的帳幅 這個就是史諾克里亞,就是史諾克里亞 大家看到了,它的帳幅也有30% 比起第一個 Hungary Hungary 我應該把匈牙利放前一點 它現在的幅度可以說是 它最高的第二波時,大概兩倍 這個就是Chesney 它的帳幅大約30% 這個就是丹麥,丹麥和上次的帳幅差不多 不過似乎今次的持續時間比上次的長一點 這個就是Belgium 比利時的帳幅和最高時的帳幅差不多 這個我把英國放在這裡 為什麼呢? 因為你看到英國雖然的帳幅沒有之前那麼多 但是它一直以來都有非常多的累積確診 換句話說,現在英國裡面的醫療體制 應該受到非常大的壓力 現在這個就是Swycerland 瑞士 不,瑞士本身 大家看到 是瑞典 應該是,Swycerland是瑞典 它跟第一次比是小了一點 最後這個就是法國 法國今次雖然有一個波幅在這裡 但是相對來說 仍然是比起前幾次小一點 但現在它這個還未能發展完成 所以我們未知遲些會搞成怎樣